我作为一名LPR观众我看到这种资量的比赛 我会有发自内心游总的觉得 游总觉得有点 T1五连贯了 看完T1感觉要五连贯 LPL开幕集除神争霸 RNG和EDG试剂强队试剂对决 给各大解说都整不会了 全是幽默 菜鸡护卓 一比一老 看看到底谁是那个获胜者 好 太太 进入冥王的领域了 那小明星是有人呀 暑光都可以啊 他的话等我往后打死你啊 小明有100个打太太的英雄 他往后有皮肤的 他往后专打太太的 他喜欢用色的一个打太太的 他玩这个很厉害啊 德马西亚杯莉莉在墓啊 爽 这就是小明 这才能玩 打宝权 这么恶心嘛 阿乐又什么打阿凯兰呢 没英雄了 打凯兰竟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好打的英雄 感觉凯兰挺克阿乐的英雄吃的 现在阿乐可能在想 卧槽应该把他凯兰办了的 就彗星建模打凯兰啊 彗星建模打凯兰如果技能命中率高的话 凯兰挺难受的 就不Q两个加技就没水 对 看扎兰捷了 太坦剧特别不够 看好阿安吉看好阿安吉 现在小明还坏了 把味道稍微补了点 嗯 对 如果没有小明自己都扎兰就没有安慰了 稍微补了点味道喝了 林伟祥我发现这个人味道不冲的 林伟祥很隐身 他不是游戏风格就是舆论对他来说很隐身 他要不沾 来了两个教练还在碰拳还在给镜头 那五帅啊很帅啊很愁啊真的很帅 还我穿上西装什么样 你们是没见过没见过就别说了 我西装穿上还行 如果打比赛不穿西装我早去当教练了 BHUT BHUT学的是一根W啊 最强势的家人家里 这上路优势感觉有点大吧兄弟 能打成这样吗这被A的 这个已经被压制出经验区了 哇而且这里压制了半斜以后自己还没弄刀 极致的凯南就应该做到压人补刀一起要 阿乐这把有晕了阿乐 而且这还怎么还不是彗星建模吗 征服着建模啥还能吗 那纯坐牢吗 哎撞墙了今天我才欧了位置 王豪王豪魅力斯哥来了 你全身给我交了 太坦都扛不住 维主事要是被碰一下估计直接要暴毙了 你不能在小明明前先搞太坦这种东西的 插野经典 我三拳第三拳 他出了草 勾钱没勾出来 卡自己失业了 对他很自信AQQ 然后那下出草了 我自己拉扯我自己 阿乐上路在抗压 十刀打三十刀 妈的 十刀 十一刀 十三刀 最多 这个A不了还 最多十三刀了 这个可以A 这个不敢A 这个可以A 这个可以A 小布子压制力我照 已经要哭了 上路三十刀打十一刀 我的天哪 上路对线 这才叫大成功啊 为什么说力武只有九十九分 因为布雷哲是一百分啊 这是什么对线 这上路布雷哲 而且是候选的剑魔被打成这个样子 有点难玩的 这个沙皇加波比这个组合我恨你说 沙皇推回来波比的意识毕中的 意识毕毕中的 上路也上路 不是 谁打克林安打不行啊 上路这个武刀 这个武刀 剑魔打凯雷是不会被压成这样的 他不带回心呀 他装别呀他 嗯 阿乐这边还是自信 太自信了 戴征服者 正常我看都是带回心的 征服者 征服者 不是带征服者打凯南真的太装了 你知道吗 小魏你站后面咯 这波如果被锁头有闪都会死 这么阿乐只要1Q2连就会死 还真敢1Q2连往前转 如果 如果那个 未在的话已经死了阿乐 好卡住位置 这要来了 这开店 好 这等死 在死亡闪现点终点 你TPG了 3条虫 还没 还没踢 A码 揭开1A而且 而且他还没TP 2波线 还没TP 1成半 结束啦 EDG 结束啦乐 昏头了啦 被打得有点昏暗了 3把 3把 已经够晕了 这把更晕 C把坑 超BHT C把坑2把太恐怖了 凯南1加50刀了 这个上路说句实话 他counter的 有点像王者打钻1的 这边也许想打架 但是AD没来 ADC没来跟别人打 林伟翔闪现过来送走人 跑不掉吧 林伟翔还在输出 还在输出 带劲 带劲 耍钱 你给我整泰坦 队友也干了 整都明白 你让carry过来现在耍个泰坦 跟他耍着不行 耍着明白的 你先都耍他打小明 谁来都不好用 皮肤王豪懂不懂 全场欢呼 14名的王豪打扎 是这么猛的表猫 有点恶心真一种 对 他玩得太恶心这个 上波 哎呦 哎呦 拉扯麻了 我去 这太难了 这边 凯南有踢 凯南直接踢了 这位置有点好 然后紧接 怎么说 龙是被一个进 拿下来了 这泰坦应该是活不了了 看这十几个 死一个能接受啊 死一个就血赚啊 阿乐多吃了馅 还吃了塔皮 还把龙拉了 这边阿乐说 我操兄弟 终于能缓一口血了 一层肚层 这号 这一口 等很久了 这利物 完了忍不住了 来死了 忍不住就死呗 买散K 投死车没钢了没 完了呀 倒下啦 阿乐小夕了 阿乐小夺一下 阿乐小夺一下 缓来口大的阿乐 但凯南两个头也不得接 小夺了你硬波 有一个头凯南 那这样小龙还是可以拿到 上路线烂的 中路线烂的 加上太太没状态了 这个小龙 安姐可以免费吃下 这个小龙只能让他一个一个 上路线啊 这干嘛了 怎么还过来了呢 人家凯南有闪有大 还要过来打呀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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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看吗 看这好奇怪 对 他当哪 customers 不是个似奉 领先了四千多星级 就更没领先是得这么块打 这样子的话EDG缓了一大口 还有往后操作的本事了 真行啊 喂 这里是被发现的 五个人去包了 喂 毛了 死了 眼上蹲 直接被逮捕 死掉 击毙你 再来死亡大 影声大 招了个 哪意思呢RNG 乱起来了 EDG绝对在运营啊 在等RNG送 我说实话怎么感觉RNG现在有点乱了呢 他们现在心理上可能觉得这把子已经没有优势了 我觉得他们现在心理上可能有点压力啊 可以这样吗 对面是撒谎哟 对面有撒谎哦 RNG这里现在要接团啊 RNG要开团才行 揭开大龙没问题 角色上没问题 看下这部团圈怎么开起来 小布结果要封神 这位一只 小布结果要封神 有很段报铺垫的前面 全是铺垫的帮他 把人挤一起 要来了 快点 先秒个 你要自己死 把大龙拿下 走了吗 Q闪 杀几个啊 建模这里建模大多要好了 建模很能大 维维可能卖自己了维维 沙皇现在有飞的沙皇 沙皇里面是有飞的 低个塔先 沙皇 这个沙皇绝对刚刚发生的很奇怪的事情 包的 他一阵进了运动去另一个塔 他又要无敌了这里面 他其实慢慢拉扯 Fisher 他慢慢拉扯不就好了吗 懵了突然 诶这是什么什么拳这是 诶呀 哈哈哈哈 滑坂 哈哈哈哈 吹你大爷子 鸡鸡鸡鸡鸡 能跑 诶 短的一寸 啊 啊 怎么个事啊 啊 啊 一的出来吗 一的出来吗 啊 肉 真的肉 我只能说真的肉 哥们 看得出来 他 也 累也困了 你虚啊 你啊 你啊 Q想也不会嘛 都在幽默 绝对发生很奇怪的事情 他想一上去 推人 怎么说看一下是不是 应该是 他去你塔去了 他一个人 他一个人 他一个人通过去 他不是两个人 直接去你塔看什么 打狂绝对要操作了 看一下 閃现招塔 閃现招塔 我操 哇操虎 不是 不是 这沙皇真不如佛佛吧 嗯 好 回来吧佛大家群 我最骄傲的中单 你你在母的沙皇 兄弟啊 这个 真不如佛佛一根 我只能说 兄弟吧 佛佛的W了 他 他用风神 好像比想象中的还要变态一点 变态多了 我操 我能想到的只是才杀时针 没想到他还有更顶级的 最顶级的一波这个绝对是 应该是年轻人 打比赛太紧张了 手抖了 这个应该是太紧张了 飞小应该紧张了 巨大巨大 超级超级低级的失误 送给了对手一个人头 小龙又要刷了 准备开稿 终于要开稿了 两个世纪强队 痕迹是只打一波的 世纪强队之间不会犯错 永远都是一波团战的决策 召唤三进套了 打不大龙吧 说哈 RNG来了 RNG也不管那么多 直接来 外侯进场 直接冲到前面 开战来了 小布 开店 漂亮 我让布雷哲上来全打满了 布雷哲 真可以吗 打前排 没压力没压力 眼缺满状态 收了收了收了 眼缺满状态就没压力 哎 哇差一点 这派差在A下死了 这刀砍出来被他杀完了 对这派差在A下满血了他呀 对 哇兄弟 这么危险那么晚的 哎呀 弄死周开A大龙 求你下一波结束比赛 求你了 就你该赢 假二级大火全阵 大龙再次收下 这边位直接锁了个波比 要被逼的都没被顶回来 在这边杀好像够 直接没了 在干嘛兄弟 啊 这什么意思呢 还行 没大龙 这是什么呀 我哭了 你看 这个就是早送就没事 鬼是公会的 哈哈哈 这大把也能洗啊这个 早送吃没事啊 就不影响什么 这也能洗 你还骗了 右边下路主 牛逼 断了 这不断吗 这给机会了呀 两条大龙都没 都没能拖一路高地 甚至压力都没给到 这样大龙buff彻底消失了 大龙经济还是富的 RNG 这波最搞笑的就是 一个勾空了 一个反应慢了 就是太太闪现勾勾空了 不然那个炎却开不开金身 会被勾到 然后那个太太已经勾空了 炎却开了个金身 只有小明敢往前面走 哎小明大龙被打出来了 就真的 那只啊小明啊 什么啊 沙皇是不是飞过去了 他为什么要飞小明啊 他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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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这真的要减弱 莫莫笑来了一个伟在这里 杨道小子 他潜入了很多次 终于成功了一次 就要你命了呀突然 这太短真的 太短死老成 那个沙皇也不干净啊 沙皇怎么可能飞来去推小明啊 他疯了 失误好多啊感觉 这个勾到人锁头 怎么锁了一个辅助啊 说实话 直播不知道沙皇 就这个英雄 这个英雄 你说是贼播吗 可是他你整局又不知道干嘛 眼圈把自己封住了吗 都是幽默 已经结束了 沙皇送的时候就结束了 这水平确实差一点 失误太多了 这游戏难道是这样结束的吗 那这样 RNG 成功上一坠二 恭喜RNG 2比1 拿下1d7 那是不是搞局暴力的 沙皇是佛佛感觉费 不是暴力 就不是暴力嘛 不是吧 就事实了 就说成这样了都不暴力 就是事实了 感觉沙皇换佛佛 1d7真烦 这个真不如佛佛一梗 我只能说兄弟们 这种比赛 我不是说暴力 RNG 我也不暴力 1d7 我真不暴力 他俩 就是看着着急 我作为一台PM观众 我看到这种质量的比赛 我会有 发自内心 有种的觉得 有种觉得有点 坏 有种坏 五连贯了 不是说寒吹 这可是RNG和1d7啊 曾经的豪门 现在都沦落到这种地步了吗 咱不能赛季第一天 就直接给卫宝吧 出手即是王炸 后面要逆天吗 兄弟们有被笑到 有被喂饱 一定要点赞三连支持一下呀 关注我和日常收看哦